享受5G标速快感 要从荧幕走出户外 电信业者西手桃源市府建置5G企业专网 呈现车路云和车联网整合技术 建筑虎头山创新园区 要成为未来北台湾最佳自驾车训练场地 在自驾车上面能够多多利用CV2X的标准规格 那配合5G的行动通讯 车载机OBU或者是路边的RSU 甚至中控中心 整个联网都能够非常顺畅 未来的5G的云端游戏 刚才讲到的AR VR的各种扩充实境 等等这些优质的创新服务内容 呈现不同的5G的体验 5G创新示范应用中心 也与居家用品业制合作 打造北欧风格新创空间 电信业者也陆续推出商用车联网方案 要让开车变得更聪明 迈向无人驾驶时代 透过5G的讯号快速传送 然后5G的平宽宽 所以它可以把比较精细的 高解析度的视讯能够传过来 自驾车搭5G热潮 不论在影音 直播 导览 都能带来全新体验 电信业者积极布局 放眼未来交通行动服务 要成为自驾车上路的加速器 三星人张玉杰 桃圆采访不到